先生長 田律長在我手上 科長在我手上 總共你們持有多少槍械 有 槍械你不要問了 八十小時都有 剛剛講 我們訴求是兩台車子們 沒事小心喔 好好 開槍了 開槍了 如果差個20秒鐘的話 大概他們就全部試散了 所以在那個地方 就被警方用強大的火力 把他們逼退 然後他們極了三個條件 如果不厭力的話 他們就跟人質同歸於盡 因為他們火力太強大 不然你真的 天降師也沒辦法 那只能走最後一條人 就能將功啊 好 你將我們的同仁 直接清潔武器担駕 歡迎收看台灣喜事務 我是梅翔 您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這座監獄模型 就是位在高雄大寮的 高雄監獄 它的法定收容人數是 2280人 不過事實上 實際收容人數 往往是超過這個數字的 再加上 這座監獄所關押的大部分 都是重型的累犯 所以在管理上面 壓力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事實上 您看到了 這座監獄的原格編制 只有256個人 換句話說 就算每一個人 每一天都不休假 大家通通來上班 一個人也要同時間 管上10個收容人 這個借戶比例高達了 1比12 跟我們鄰近的國家相比 像是日本 像是新加坡 他們頂多大約是1比6 所以高雄監獄 它的整個借戶比 顯然是高得非常的離譜 萬一發生出發狀況 他們應付得來嗎 而這個壓力 就在2015年的 2月11號這一天爆開了 而且非常明顯了 這是一起預謀的越獄事件 當天有6名的獸行人 他們剛剛從工廠結束工作之後 竟然偷偷的帶了兩把的剪刀出來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漏洞 為什麼他們可以躲過安檢 他們可以躲過搜身 他們可以躲過金屬 焊色器呢 把剪刀帶出來 就有一把拆開之後 就變成兩把利刃了 而他們就在衛生科裡頭 刺傷了一名替代義男 並且把它挾持當作扔直 接著往惠客室去移動 他們原本的計畫是 要破壞惠客室的玻璃之後 他們就可以繼續往外逃了 但是沒有想到惠客室的強化玻璃 他們敲不破的 這6個人只好轉移目標 接著轉到了借護科去 去借護科做什麼呢 因為整座監獄的槍械室 就在這個地方 就在這一扇門的後方 而且他們還知道 這監獄的槍械室 平常是沒有緊密在借護的 雖然有三道手 或這6個人竟然光是用 滅火器在現場敲敲打打 他們花了27分鐘的時間 就一一化解這三道鎖 順利的拿到了4把的65K2步槍 以及6把的90手槍 還有200多發的子彈 接著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這是監視器所拍到的 我們看到了這6名的獸行人 他們手持的65K2步槍 壓著這位是典獄長陳世智 這一行人就往東側門的車檢站 去移動了 他們的要求是什麼 他們說給我兩部加滿國的車子 但如果讓這6個人 就這樣開車抽出去的話 那後果是不堪設想 但問題是 典獄長跟借護科科長 都在他們的手上 他們手上有槍有彈 這兩部車子能不給嗎 這天是2015年的2月11號 再過一個星期就是農曆春節 每逢佳節貝斯金 這一天來會客的家屬 也比往常多了許多 儘管年級的氣氛漸漏 但高雄大寮監獄的作息一切如常 不過就這麼巧 有6個人在5天前 同時以筋骨痠痛為理由 提出了看診的申請 下午3點10分 這6名受刑人結束了工廠的工作 要去看骨科門診 按照規定 在他們離開工廠時 每個人都要直直細細地被搜過一遍 那為什麼會漏掉兩把剪刀呢 不可以攜帶你 不是 他的單位的主管是要減身的 一定要從頭到尾摸一下的 他一定是沒有摸 要不然就早就被摸出來 工廠裡的兩把剪刀 就這樣子被偷偷夾帶出來 而離奇的是 到了中央台 再檢查一次 結果還是沒被發現 兩把剪刀被拆開了 就變成了四把利刃 加油 GO 1 GO 這六個人等到了被帶進衛生科 立刻亮刀動手 一名替代藝能被刺上的大腿 遭到了掌持 那剪刀是滿長的 體觸上面的預警 那管理員 讓他們等一下知道 所以我不是跟你說出來 不是做殺出來 我真的 我是要告訴你 告訴你 告訴你 有機會 他在捐一關很久 我們不能亂講 給你機會 馬上知道我們玩真的 當然是玩真的 不是在演習 諷刺巧合的是 聚傳在當天下午三點半 監索原本就要舉行一場暴動演習 沒想到竟然真的發生了 但如果平常真的有在演練的話 這個時候能派上用場嗎 我剛在那邊北洞堂 在白空 那邊有在那邊刷刀 有心裡就有 呼叫問中央台 有狀況這樣子 然後就很多管理員 都衝往那些事去 每次演練都覺得 有可能 有這樣 穿的鞋子 穿的鞋子都要抓 裡面都沒有穿 我們不曉得 建議裡面有牆 我們同仁很多都想說 認為說 這個狀況發生的 機率不高 但是真的發生了 真的發生了 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越獄事件 六名受刑人在下午3點30分 已經衝到了會客室 現場的監聽主管 驚覺大事不妙 立刻按壓緊急鈴 啟動了全監緊急應變機制 對 又有人衝進衝出的 就有人說有管理員受傷 趕快呼叫救護車 辦公室裡面就警鈴大座 警鈴大座 而當時在會客室裡頭 還有幾組正在等待會面的家屬 來自行導 nossos 沒有說明臨時取消 획客的理由 有家屬性 appetite 不過隨後看到這一幕 就知道再不走 恐怕就走不了 對不起 瓜哥這樣 幾分鐘而已 然後那個壽星人就從那個 會可是衝進來 然後三四個 二四五個 就是攏出來 然後管理也有扭蛋 壽星人有看到兩個是拿那個刑刀 就架在那個管理員的脖子 沒有看到槍 對 阿鳥他在那裡 在那裡搬手機 好 在後面的時候 我就看到壽星人衝出來你知道嗎 對 中轉魚巴摩出來 誰是玻璃嗎 這六名秀行人以為可以輕易地 敲破惠克式的玻璃 就能夠順利地逃出監獄 卻沒有想到強化玻璃 怎麼敲都敲不破 緊接著他們跑到了中央門 三道的銅牆鐵壁也出不去 他們正好轉移目標 衝到了戒護課 要做什麼呢 鄭立德 那麼簡單拿到那些武器是 他層次來關過一次 關過一次他知道 讓他這武器分開了嗎 全部的槍都放在哪裏 整座監獄的槍械子彈 都在這個房間裡了 而且沒有警力戒護 但是光用滅火器 光是用高腳椅 就可以破壞掉 槍械室裡頭的三道門鎖 當他們把 當時是副典儀長跟戒護課長 被壓到槍彈室 就有專人在看房間 他只是在一個辦公室裡面的 後面的一個房間裡面 我印象中他們前進 活活花了大概27分鐘 才把那個碎彈打開 取到那些槍跟那些子彈 這27分鐘整座的監鎖 警鄰大座 都知道監獄出大事情了 但面對手上只有剪刀的 六名囚犯 竟然束手一策嗎 那其他的同仁為什麼都沒有人來幫忙 只要二三十個人趕過來的話 我不相信說不能夠治癒他們 因為當時他們還沒有拿到槍跟彈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事後檢討是覺得說 確實監鎖人員的反應跟訓練 可能真的有點不足 這六位受刑人就破壞了 在介護科裡面的槍界室 我取了65K2的護槍 有四把長槍 還有這個90短槍六把 子彈有兩百多花 法務部次長透過了新聞直播 證實了在高雄大寮監獄 有六名的囚犯企圖越獄 不但已經取得了大批的槍枝和子彈 甚至連介護科長 典役長 都在他們的手上 因為典役長 有人假如說他去的時候 人家對空鳴槍了 為什麼對空鳴槍 看到我這樣也對我 你不要走 來 你過來 隊長要不要過去 你不拿著 我會不會死 典役長要不要過去 這是瑕疵 他可以跑嗎 可以 因為看到這樣他也可以跑 可是都在建議裡面 你要往哪裡 所以典役長選擇什麼呢 好 過來 因為你要抓就抓頭 典役長他的想法說 我是這邊的典役長 你會說我們可以 他身經百戰 超過三十多年了 他抑證 陳世智也是我的介護科長 在二十多年前 我出監獄之前 現在是典役長 不論是被迫的還是 自願交換人職 一座監獄的典役長 以及介護科長 竟然遭到了夾持 已成事實 這六人的囚犯 搶了槍又抓了人 他們到底想幹嘛 消息曝光 不但震驚了台灣社會 包括了國際媒體 高度關注 紛紛進行了插播報導 加入台灣起事務的會員 每週獨享頻道的特別戲劃 和我一塊翻閱 記者秘密檔案 在台灣竟然有獸行人 不但搶到了槍 甚至連典役長 都被他們給挾持了 這起重大的事件 我們看到在第一時間 登上了國際媒體的版面 台灣政府究竟要如何 能夠化解這場人質危機 事實上 在消息剛剛曝光的時候 我們知道 就有記者打電話 進了監獄裡頭 要求證 是不是有人遭到的挾持呢 不過當時副典役長 顯然他沒有說實話 他說沒有沒有這回事 我們正在進行演習 但沒有想到 這場危機 不但內部沒有辦法解決 甚至完全的失控 我們看到了 有六名獸行人 他們威脅典役長 打電話給副典役長 立刻準備 兩輛加滿油的車子 而且只要他們 能夠順利離開 人質就會平安無事 不過還好當時 第一波的警網 即使趕到了現場 他們把一輛的巡邏車 就像這樣子 直接打橫 停在東側門的 馬路的正中央 沒有想到 這六名獸行人 當他們把東側門的鐵門 一打開的時候 眼前出現的警察 他們竟然立刻 開槍射擊 他們用的東西長槍 火力非常強大 子彈就這樣直接打穿了 警方的盾 這六名火力 擔保的警力 擋得住嗎 你們那邊有幾支槍槍 都帶兩支來了 那邊前面兩支 注意 右前方 下午4點21分 東側門突然出現了狀況 當時在車檢站 正好有一名送貨員 開車來送貨 卻不巧遇上了 這一起越獄事件 還好他馬上躲進了廁所 並且激緊地用手機 錄下了囚犯 和車檢站主任之間的對話 這位菜信的送貨員 緊張到了冷汗直茂 但他還是強作鎮定 記得把手機調成了靜音模式 然後透過了 平常回報路況的群組 他非常冷靜地 一字一句地把訊息伴力出去 我的網站很廣 大廟建議 甲齒忍齒有 我躲在廁所 都要送貨 求救 他們警方還不相信 有點這樣子 把我們反鎖 嫌犯要進去上廁所 他要鎖著 他不能進來 他就在外面小便 不然他進來就會發現我們 蔡先生的處境暫時是安全了 繼續聽到了這六名囚犯接下來的計劃 他們脅迫了典獄長 打電話給副典獄長 立刻準備兩輛車子加滿油 只要讓他們離開 他們絕對不會為難人質 我跟你講 我是捷運甲齒的主謀 主謀 是 你請說 我跟你講 你是在現場嗎 我沒有在現場 你剛剛講 我們訴求是兩台車子 兩台車要給你們 他們答應我們 到時候還在說 已經答應 但是沒有給你們 一直沒給我們 你說不要逼我們動手 不要逼我們動手 不要逼你們動手 越獄是他們的本來的一個 終極目的 車子就是能夠幫助他們能夠 順利的脫離現場的一個機會 雖然說 車子逃亡他們也未必能成功 但是只要脫離這樣的一個困境 總比困在這邊容易一點 有機會一點 所以 車子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機會 如果 現在你們那個車子 有要求是什麼車嗎 兩台私家車就可以了 兩台私家車 有沒有要特別的裝備 或者是糧食等等 兩台車給我結甲碗就好 有要這樣 好 我們上個車 我們到安全地點 我們就把人放掉 上安全地點就會把人放掉 對 我們從頭到尾都不想給車 這個是 蘇共人犯的事情 但是 有人子他在手裡面 人子的安全也要考量 典議長在我手上 科長在我手上 典議長在你手上 科長在我手上 科長是 介護科科長也在你手上 介護科長在我手上 那 總共你們持有多少槍械 還有一個 槍械你都會有 八十小時都有 槍械是從警方那邊來的就對了 好 你這個沒意思了 好不好 我訴求是講的 你趕快給我 帶頭的主謀在電話裡頭 聽起來 感覺快要失去耐心了 這兩輛車子 真的能夠給出去嗎 當然我要配合在 他們在駐車室 但是我知道 我索心我知道 那個車子進不來 進不來也有兩個 一個進來 不可能讓他進來 第二個就是我們那邊 有幾次進來的 但是我現在不能就 跟他講說這個 不要排車子 那我已經 完了就不要 我一定被車 這個想法是 車子開到門那邊 讓他們充分奉毀 看到車子 以保障我們人質的安全 這個 預防的有開 要先有開車過來 要提供 我們把他說不能讓他走 絕對不能讓他離開 第一時間趕到東側門的員警 他們所收到的命令是 但是就算囚犯上了車 也絕對不能讓他們開車離開 突然間 東側門的鐵門 竟然打開了 他那個鐵門 因為他那個東側門鐵門 一開那個聲很大 我們聽得到 就馬上一看 真的 他們就瑕疵了 頂一掌出來 先出來 頂一掌是站在最前面 然後背後面就是一個 他們的收嫌人 就拿著槍頂著他 這樣子壓出來 然後還難 然後長槍的也 長槍短槍都有拿著 有能夠拿雙手拿槍的 就拿雙手拿槍的 看他們是這樣子 吳申鎮是當時第一波 趕到了警網 現場包括他只有六個警察 六把短槍 擋得住嗎 就掉過來了 這樣 好 好 包圍起來 好 我們那個 他要兩部車子要去 他們要外逃 要不要接援他 他要建立看 不能不能 好 好 因為現在大家很擔心 裡面人質的安危 沒有 他如果有騙我們 我們就不會傷人質 如果沒有騙我們 那就同歸一句 學生抗中沒問題 學生如果破壞 那就拚 沒有 你車來 我們開出去 一看沒有警察 我們就放了 對 結果沒有想到 東森門門一打開 就看到了一輛巡弱車 打痕的停在路中央 幾名警察 躲在掩蔽屋的後方 槍口對準了東森門 先上躺 關保險 還有 還有 開槍 冷不防的一排子彈掃得出來 這六名的員警 只能夠盡量的壓低身體 就地掩蔽躲在矮牆後方 刺激了開槍環節 小心喔 好好 這個時候警匪的距離 只有短短的15公尺 對方又是長槍 火力非常簡單 子彈直接貫穿了警方的盾牌 就警警大座 那個時刻 包括所有的門都關起來 大門所有的門都關起來 到大門口 就聽到 裡面有槍聲 然後有好幾輛警車趕到 然後裡面有人 警員就喊說 有槍的嗎 意思是說有沒有長槍 你們那邊有幾支長槍 都帶兩支來 那邊前面兩支 注意右前方 注意右前方 六名拍出所的員警 靠著單薄的火力 開了十一槍 硬是把這六名的重刑犯 給逼了回去 上面就交代說 一定是說 要把他嚇回去而已 不對了 反正就是主要是 讓他認為說 我們真的警力已經到達 已經部署 他就心裡頭 跟他玩心裡戰 讓他認為說 不要拚 退回去再講 真的讓他們退回去 小心喔 好 開槍了 開槍了 如果出去的話 社會會會怎麼樣 不曉得 會不會又有 像以前的一些什麼 中大案件發生 所以說那時候開完之後 他們撤回去 我們六個在那邊 就只希望趕快 有更多警力到 如果差個二十秒鐘的話 大概他們就全部試彈 因為走到大馬路 可能就全部出去 所以在那個地方 就被警方用強大的火力 把他們逼退 一陣激烈的撥火過後 這六名囚犯 不得不退回東側門 在鐵門上盡是彈痕斑斑 而員警的手持盾牌 也遭到了子彈的關穿 鎖性無人傷亡 警衛陷入了一個對峙的狀態 這六名的受刑員在車檢站 他們收到了一把手機 決定打電話給媒體 對外喊話 這個陳靜新效應 他不打 打到沒 他 他 我告訴你 第一 他們知道出不去了 出不去才打電話 第一 囚犯的作法說法 就要把事情擴大 一擴大 讓他失控的時候 他的目的就是很難 因為失控的時候 也面對那個什麼 政府跟老百姓 事情擴大的時候 政府做事的時候 就不可以合法 不可以合法 他也是在保護自己 所以這是陳靜新效應 好 這六名的受刑人 被警方的火力給逼退了 他們推回到了 東側門的車檢站 不過他們心裡明白 在第一時間沒有衝出去 就等於是沒有機會了 因為他們知道非常快的 大批趕到的警力 就會把這座監獄 給團團的包圍住 包括的是 警方將會在幾個制高點 部署了狙擊手 就算差次恐怕也難非了 不過就算逃不了 這六個人至少也希望 能夠把他們的訴求 讓社會大眾知道 包括他們質疑的是 為什麼陳水扁 他可以保外就醫 很多關在裡面的受刑人 病情比他嚴重卻不行 還有只要犯下三次的重罪 就不得假釋 這所謂的三政法案 是不是也要改一改 更慘的是 他們在這裡頭工作一整個月 竟然只有兩百塊錢的公司 甚至連條內褲都買不起 如果說活著 連尊嚴都沒有的話 這些人要不要拼一下 而當時帶頭的鄭立德說 只要矯正署長 能夠親口地宣讀他們 這以上的五大訴求 他們就會釋放人質 但是沒有想到 矯正署長 也把他們的五大訴求 給念完了 但最後 他們還是不肯放人 你大概知道 現場的概況是怎麼樣嗎 還不行 現在不行 現在有掌握了嗎 知道他們人員在什麼位置 知道 知道 那我們大概有幾層的防護呢 我們現在正在... 那時候 我們就 將所有槍械式的所有裝備 武器 彈藥 包括我們彈藥 很多是預備 就是突發狀況要用的 都已經... 都是封準的 封好的 當天我們所有的裝備 我全部都出去 包括聚集槍 全部都攜帶出去 能帶的重裝備都出動了 大型的警備車 緊急運來支援警力 包括高雄市行大 寶大特行中隊 一共調動了超過350名的警力 將高雄大寮監獄團團的包圍 絕對不能夠讓這六名的亡命之徒 衝破封鎖線 這裡也有4個 對8個的前進去 這裡有2個 這裡有4個前進去 這裡有4個前進去 這就好了 這裡有4個前進去 這裡有4個前進去 那邊有4個前進去 那邊有4個前進去 我們現在等一下破壁 我們在東側門對面的建築物的頂樓 特行東隊在這裡 一共部署了18名的狙擊手 兩人為1組 監視越獄人犯的一舉一鬥 當時有一個同仁 他透過無線電路 他說 隊長 如果 這些 囚犯 吸槍 要逃出監獄 我們應該如何取住 那我印象很深 有一位長官他說 他說 今天如果這六名壽星人 逃出監獄的話 那台灣的民眾 今年就大家都不要過年了 所以今天晚上絕不能讓這六名壽星人 逃出監獄 他們要逃的話一定是一個很猛烈的衝撞 因為就是都有相當配置的警律在看顧 不可能不知不覺的 就讓他這樣溜出去 不可能 他要出去 那就只能跟我們聊 面對面的衝撞 到最後消防局都出動了 消防局的那個水護車 都把那個丹馬歐都圍起來了 那民眾都不准進來 整個都類似湯槍鐵壁這樣子 可能是有事成的故事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他們那邊給我的訊息 是他們能夠很有力的掌控到這個局勢 就是說他要能夠趁氣去拖逃的機會 是有夫其為 在絕對優勢的警力包圍之下 這六名的越獄犯就算差次也難飛了 但想要平和的落幕恐怕也不容易 因為他們手上未有人質 有誰能夠建立溝通談判的管道呢 他要關門了嗎 他是高雄市前議員李榮宗 年輕時在江湖上軸跳過 金盆洗手後選上議員 道上弟兄出事常找他關心 接獄主謀鄭立德欠過李榮宗人情 警方找上他勸響 那其實他送去去 在送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非常擔心 很怕說你信任歸信任萬一 你這兩個人又被再壓下來的話 那我們不知道怎麼對社會交代 所以他們進去說真的 我們也很緊張 他要不要穿 黃丹他要穿 我說你真是在說什麼 黃丹他還要穿 他六支穿 我說那四個大穿的時候 黃丹你也打過 這穿沒有打過 你黃丹你打過 我說要來我頭上去 我穿上去按頭打 你死 你一直在說什麼 我說不用穿了 我去拜託 我說進去啦 我還要去 我說你當然我覺得進去 然後他們要求我 換換泉水 衣服 六名的囚犯要求的便當 礦泉水都可以給 但有沒有可能趁機在裡頭 下藥迷昏呢 我必須要講 這個提案曾經出現 但是這個評估 我們很快就否定掉 黃丹你什麼你要 如果像這個酒這麼長 或是一個沒死 沒分離的時候 那兩個人就不用怕死 因為六個人的體質不一樣 你安眠藥下去的時候 會六個全部都倒下嗎 不可能 他就知道你跟我下毒了 他馬上就兩棟 把他人死打死 所以想起來不行 下藥這個方案行不通 只能夠寄望李榮忠 他能夠說服正立的 器械投降 晚間七點十分 李榮忠他拎著八個便當 兩瓶水 兩包煙 走進了車檢站 一看 那你就很刻意說 老爸好久不見了 他說對啊 冷靜一點什麼事 結果我一看他五個人 我都不認識 他說李榮不要那麼激光 因為你孩子還那麼小 因為他孩子 我這孩子差不多三歲多 他的女朋友是很年輕 我說李榮忠不要這樣子 大家都有家人嘛 大家欠一下 警方同時間也把嫌犯的家屬 都請到了現場 希望動之以心 可以讓一下 謝謝 上進去勸他投降的嗎 正立的媽媽太太 他們都有到現場 我們用內部的電話 讓他們聯絡 勸他們希望能夠 把人籽放了 大家和平落幕 看有什麼訴求 我們盡量可以幫他處理 你有什麼冤屈 我們檢察官員都在現場 可以幫他處理 就跟我說大哥你不要再欠我們了 我們其實不想看到明天的太陽 他問你 反正你就把我的罪 讓他記者 讓填台灣省的犯人 知道我們替他講話 我們犧牲沒有歡心 這六個人顯然已經世子如歸了 晚間十點二十六分 李榮忠帶著兩張鄭麗德的手稿 走出了監鎖 由絞鎮署長公開宣讀他們的五點訴求 既然你們要給我們關到死 那是不是該讓我們 有自主 自給的能力 陳水扁假病可以把外救醫 今天所比他嚴重的就不能把外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罪犯 活該 關死 那哈扁不是罪犯嗎 小鎮署長親自宣讀了他們的文大訴求 但接下來說好的釋放人群 那問題是出在說 因為他們六個人 那鄭麗德他提出的訴求 我們想辦法去滿足他以後 他躲到後面去 他推秦立民出來 秦立民出來 他說那個剛剛是鄭麗德答應的 我沒有答應 所以這個部分對我們來講 我們都覺得比較湊準 就是說 我不知道怎麼去跟他們談判 因為談判的一個訴求達成了 他另外一個人提出另外一個訴求 然後火電了前面的訴求 他們自己都一定可能想要 在這一段時間就是走完他們人生最後一段路的人 他們的各自的想法 再也不是說你哪一個人是老大 就一定可以影響別人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是吃了這一次的悶虧 好 檢察官認了 這一次談判的結果 檢方的確是吃了一氣悶虧 而這六名的受刑人 到底誰說的話才算數呢 後來帶頭的鄭麗德 他又開出了三個條件 他說第一 讓白狼張安樂把酒帶進來 他們把酒喝了之後自然就會放人 而第二條路是 他們喝了酒就會自我了斷 狀況也自然就解除了 但如果前面兩條路都不給走 那只好走第三條路了 就是他們將會和這兩個人質同歸於盡 這八個人最後一起死 對檢方來說很掙扎的是 如果真的給了酒 萬一這六個人他們喝了酒之後更加的亢奮 到時候萬一亂開槍殺人怎麼辦呢 但如果不給酒 這人質恐怕立刻就會危險了 檢方沒有選擇只能夠賭一把了 把酒送進去 但不是張安樂送 結果呢就在張安樂和正立的通話的時候 他突然脫口而出 他說注意警方要攻堅了 而對方一氣之下呢 竟然就再也不接警方的電話了 檢察長蔡瑞忠說 從明晨三點多到四點多 這斷絕溝通的一個多小時 相當的煎熬 他說如果在天亮之前 狀況沒有辦法解除的話 恐怕最後只剩下一條路 那就是冒險攻堅了 只剩下一條路 我們有拿下一個公園 裡面有幾個啊 來頓巴掌的前面 請坐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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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你們沒有辦法 優先去採取空間 因為人只帶他手上 你要六個人都一下就被 我们真的不是在演任何的电影电视 骗不了人 六个人真的没有机会 所以攻坚这个选项 真的是只有在最不得已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设想 强势攻坚是万不得已最后一个选项 对这个状况持续进行到了凌晨两点半 竹林邦大佬张安乐 他也到了现场 正丽的要求让张安乐把酒带进去 六兄弟可以给我们 我们先用六兄弟洗手奖的安全 第二条路他送哪个酒给我们 我们很烦我们六兄弟自己快话 结束 第三条路他连这酒都不给我们的话 那我们就把人去都死了 然后他们提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让张安乐带酒进去 他们把酒喝了人就放了 第二个张安乐把酒带进去 他们喝了他们就致敬 第三个如果不厌力的话 他们就跟人子同归于敬 他们两位也是无辜的 那个典狱长跟科长也是无辜的 我们要争取生命好不好 秦立明是还可以谈判的人 其实他们六个里面最难谈判的人 是叫敬竹生 这个人是完全采取 尖清毕业的方式 不跟你谈 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 不要多说 所以酒后来也是 敬竹生要求把酒送进来 那我们提供酒到底是 要让他们上路的意思还是 只是要满足他们喝酒的需求 这种有暴力倾向的 这样的一个团伙里面 你给他们酒类 本来就是一个 不是很适宜的东西 但是如果再不把酒给送进去 那典狱长和建务科长 恐怕就会立刻被打死 那我后来我是说真的 我是用赌一赌的方式跟他赌 我说好 送 警方最后决定 酒可以送 但不是由张安乐送进去 我们酒放在那个旁边 让他拿进去 所以我们就这样决定 说OK好 他们就叫他们里面那个 拿两瓶酒 没有进去 不敢进去 结果叫那个 介乎科长出来拿 他们同意 因为他们现在很需要酒 凌晨3点20分 一手交酒 一手放人 介乎科科长王世昌 平安获释 介乎科长王科长 在凌晨3点20分 已经安然后世 所以那个被释放的关键在哪里 是不是因为酒的关系 还是说什么样的因素 让这个认知被杀死 让科长被释放了 没有啦 就是他们的理念 我跟你听到了 但危机还没解除 典禹长还在他们的手上 这六名收容人 要求在10分钟之内 让张安乐进来 不过 还是遭到拒绝 你们要准备攻坚是吗 我便得准备久了 你贵姓 我姓奈 我是副典育长 为什么会出人民 出人民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 大家都听到了 没有 我便得也要提供他的需求 不是吗 我觉得 好不好 你对典育长不忠 我一定 典育长的生命在你手上 我一定是效忠国家的 你效忠典育长吗 我效忠国家 不是 典育长的生命值不值钱 那是我的出租长官 他是不是公务员 那不是问题 他不是 你能保护吗 你能保证吗 你现在保证给大家 我用生命保护我们国家 保护我们长官 不要讲那些虚伪的话了 好 谢谢各位 他们出任何差错 你能负责吗 他们要攻坚了 你要注意 警方没有想到张安乐 竟然会脱口而出 要攻坚了 现场的紧张情勢 急速地升高 我们根本没有准备要攻坚 我们那次根本还没有打算 而且这样的话反而造成人犯情绪 高涨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有点给我们所上见 那因为你让这个受刑人 他一直预期地说 他可能会被攻坚的话 这就是他再也难以去跟我们 建立一个必要的信赖 信赖被打破了 而双方沟通的管道也就此被切断 我们把酒送进去以后 从三点多到四点多这段时间 连内线都打不通 因为他们把电话拿掉 拒绝跟我们沟通 所以从三点多到四点多这段时间 说真的是很难挨的一段时间 因为根本没办法联络 也没办法沟通 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我们那时候只能期待着说那就好 因为他们火力太强大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决定说 万一真的天亮之前没有办法去 还不能过河粉落木的话 那只能走最后一条路 我们在那边 我后来说真的 我作为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说 好 我同意万一天亮之前 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攻坚 谢谢大家 好 究竟要不要攻坚呢 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决定 因为攻了 怕万一伤到人质 但不攻 这谈判没有进展 总不能一直拖下去 万一一直拖到天亮 这六名受刑人 真的硬是要从东侧门这个地方冲出来 碰到了当时 大家正要出门上班上课的时间 恐怕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到时候整个状况就更加难以收拾了 而就在现场指挥官陷入两难的时候 没想到在凌晨三点多的时候 东侧门这个地方又传出了枪响 原来是有媒体的空拍机 它升空了 但是这六名的受刑人 误以为是警方要攻坚了 所以就立刻开枪 要把这个空拍机给打下来 所幸这一波冲突 没有继续的扩大 而后来经过一个多小时之后 时间来到了4点43分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也是双方最后一次开枪搏火 最激烈的时刻 长达了三分钟 而这一波枪战 恐怕也是最后 让这六名受刑人 决定心意痕 做出最后的决定了 凌晨三点多 一架空拍机升空了 结果惊动了手 在东侧门的受刑人 真的以为警方要攻坚了 他们立刻对空敏枪 在这个时间点上呢 刚好如果我们电子媒体 有启动了这个空拍机 那时候他们曾经用电话 通知我们前准备 所以你们为什么要用空拍机 来监视我 我们跟他解释说不是 那个空拍机是媒体的 所以那时候他们还拿着长箱 对空拍机 开了好几枪 在那个夜深临静的时候 那种用长枪打空拍机 那个声音实在是很震撼 现场主委官要求媒体 紧急地撤回空拍机 在几声枪响过后 现场又恢复了平静 直到了清晨4点43分 至高点的狙击手回报 车检站又有动静了 当天晚上4点43分 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我当时候有两名歹徒 他就突然走出车检上 然后对着我们至高点同能开枪 然后开完枪之后 其中一名受刑人 他就把车门打开 这时候他们 也是他们第一次准备要 逃离这个天狱的时候 还有一个小车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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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拼门 拼门打开 一开门就开始扫射 然后我们的同仁临 跟那个拼销也开始扫射回去 他们又把门关起来 一下子而已 就是一两秒也 马上就把门关起来 有从前方 他在说 退后 退到封锁区 MED赶快退 出来了 MED赶快退 對 你趕快退 安全 對 追到封鎖線以外 對 趕快找你機場隱蔽 危險危險喔 我們在現場的側門口 又聽到了槍響聲 那麼大約是將近10聲的槍響 那麼其實呢 大約是在4點40分左右 這一波的槍響聲 是最驚心動魄的 因為大約是持續了 大約是三分鐘 知高點的通人 也朝這個側門還有牆壁 特阻性的開槍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已經監控你們的疫情移動了 你們再出來 可能你就會有生命危險 這兩位受信員就退到 退進來了 把門關上 我想這時候他們已經知道說 今天晚上他們要 逃離這個監獄已經不可能了 因為現場已經被我們同事 特勤的兄弟 緩緩包圍住了 所以他們不可能逃出去了 衝不出去 結果的結果也是死掉 也是一樣關到死 所以他們是覺得沒有希望 感覺他們覺得沒有希望 衝不出去 衝過去就是 就是死一樣 就是沒有希望的明天 是這一波的槍戰 讓這六名受刑人 徹底死了心嗎 清晨五點鐘 突然再度傳出了 四聲的槍響 那個自高點 因為那時候電話不通嘛 自高點跟我們回應說 有四個人走出來了 結果四個人走出來以後 就聽到槍聲 然後他們就跟我們回報說 四個人自殺了 全部倒下了 得到警方的一些消息證實 是有四名歹徒 他們是已經是開槍自盡 而到目前為止 知道是還有兩名歹徒 可能還挾持著點獄長 倒下了以後 又有兩個人出來 走出來 又對這四個人 還沒有及時死亡的 又補了幾槍 補了幾槍以後 這兩個人又走進去 那時候說真的 我們也是非常緊張 為什麼四個人自殺 裡面還有三個人 兩個人換一個電力掌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非常緊張 然後又隔了幾分鐘 兩個人又出來 出來了以後 兩個人自殺 五點三十六分 六名受刑人全都中槍倒地 遭到挾持超過 十四小時的 典獄長陳旭智 他毫髮無傷 但臉色疲憊地 自行走出了戒戶區 一個說的就是一個故事 所以說在十四個小時裡面 才有話題這樣 那建立一些 信任的夥伴關係 他們很完美地處理 後面的後半段 就是要離別的時候 大家都兄弟一場 他們都互相擁抱這樣而已 彼此六個人互相擁抱 對 那跟您的部分呢 跟我的部分就握手 握手 握手 有說些什麼嗎 沒有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也不能知見他們 就是我們管理員的那個 檢察站那個修行室 跟他們自殘的那個 距離差不多五米 五米 所以有看到 那一定看到 最大的目的 就希望說不要見血 那很遺憾 到後來的結果 還是見到血 所以說 我認為說 我處置這個是不成功的 這是台灣史上第一期的監獄 甲石事件 凸顯了在抑證管理方面 有許多重大的疏失 沒有想到 保護部在第一時間的調查報告 還告訴大家 遭到甲石的點餘長 以及介護科科長 這兩個人勇於認識 或經過二次調查之後 整個態度大逆轉 透批點餘長程序 指他督導無方 形勢草率 錯失了整個鎮暴的先機 而且在監所的管理方面 也發生了許多 令人完全無法理解的 離譜的錯誤 比方說 連最基本的安全檢查 安全收身都沒做好 才讓這六名的壽行員 有機會把剪刀 從工廠帶出來 甚至還傳出了陰謀論 這六名的壽行員 最後他們城市的位置 竟然排成了梅花鎮 他們真的是舉槍刺激嗎 背後有什麼樣內幕嗎 後來法務部 這一部分的調查報告 才特別請了國際見識專家 李昌瑜背書 才稍稍平息了外界的疑慮 他們本來是想說要兩兩互相射擊 就是打對方就對了 我們同仁回報是說 後來他們感覺下不了手 所以就決定要自強 然後就看到這四名壽行人 就頭對著頭躺下 躺在地上 然後就朝自己的太陽蟹開槍這樣 開完槍之後 其中還有一兩個還沒有斷氣 那其他另外兩個壽行人就走出來 朝這個還沒有斷氣的壽行人 在平衡時下 讓他們好走 接下來我們通常就看到 這兩名壽行人也一樣 躺在地上 然後朝自己開槍這樣 所以針對外界傳聞說 這個看起來梅花症不太自然 是不是警方有做什麼縮繳之類的 其實是沒有 那現場發生就是 如剛才所講的 他們就是頭對頭 然後躺著自己開槍這樣 所以就會形成這種狀況 陳迅秀顯察官在多年之後 回想起了這一起重大的監獄下施案件 他的心裡還是感到非常地遺憾 他覺得在當年 其實他是有機會可以透過談判 讓這六個人氣洩投降的 你將後門的通人機械 清潔武器彈藥 清典武器彈藥 不能讓事件到天亮 天亮以後因為大家附近 因為那個地方附近都是老百姓 都是居民 萬一居民開始 大家生活作息起來了 大家上班了 趕上班了 萬一他們 藉著那個時候衝出來的時候 一定會傷心 因為他們火力太強大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才會決定說 萬一真的天亮是錢沒有辦法接 還不能夠和平落幕的話 那只能走最後一條路 只能強功 我們真的不希望看到今天 這樣的一個結果 六個人的死亡 我還是很心痛 至少我所接觸的是 這三個人是可以溝通的 我遺憾的是說 還是沒有那個能力 然後我自己血氧不足 我沒有那個能力 把他們從這個困境裡面 把他們說明或者是說服到一個 我們比較樂見的這個想法上面來 這一點我還是很遺憾 我一直到現在還是很遺憾 感謝您收看今天台灣起訴 我是北翔 我們再會了 歡迎收看台灣起訴 我是北翔 在每個撲朔迷離的重愛現場 在每個重大事件的第一時間 我們抽絲剝繭 追索事實的真相 YouTube總觀看超過5一次 請到訂閱人數突破了100萬 感謝您對一路上的指使 我們會更加努力